柬埔寨自從九世紀的 吳哥王朝以後 和鄰國的戰爭 以及近世紀高棉內戰的影響 導致國內各種建設停滯 我們在這裡 可以體會十足的古早味 車子走的路 沒有完整的搏油路 整個新麗式的馬路 也只有五個紅綠燈而已 生活水平可以想見 柬埔寨目前最難解 雖然沒有什麼天章 但是有一個就是水災 但是水災 基本上它不是一洪水的災難那種 它是沒公和 因為我們是屬於中下游的關係 所以每年的雨季 上面的河水全部積極在我們這一帶 再加上柬埔寨都是平野 我們柬埔寨全國80%是平野 所以每年的湄公河水的氾濫 會淹幕很多地方 穿兩條龍的尾巴盤著這座虛米山 在後面盤起來 所以我們當地叫涅瓦 就是龍盤弓 那我們中文放地叫涅瓦弓 字就寫剛好是寫這個涅瓦 感覺好像是修行者 所涅瓦的地方其實不是的 它是龍盤弓 好… 是不是來最後一張嗎 好啦 這個不是破壞鏡頭 不會…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 正是曾經誤觸地雷 深受重傷的老百姓 而聖尊連身活佛 也曾贊助國際的組織許多費用 來幫助這些國家 能清除埋在地下非常危險的地雷 聖尊連身活佛的行善 總是默默盡力而為 我們在這裡月接近中午 氣溫已經到達攝氏40度 柬埔寨的人當然是非常習慣 這種赤道氣候 而聖尊連身活佛是著火成就的師佛 世屬活體 可是在這裡 我們永遠看到師尊再怎麼熱 還是氣定神賢 若不是大成就者 怎麼可能如此自在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在師尊身後的兩位 蓮妃和蓮祖上師 他們的衣服可都是濕透了呢 大家自告奮勇努力地為師尊煽風 而連身活佛到底熱 還是不熱 你認為呢 在你我心中有生命放浪 氣爆鈴霞 逍遙變化